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要跟各位介紹就是 其實嚴格來講就是設計啦 那因為我們現在 有沒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一些設計 包括連參加學校的活動也好 或社團 有很多都需要做 累不累 有時候光想就頭大了對不對 到底用什麼方式好 甚至其實 不只是就是這些海報啦 DM 有沒有需要現在連影片也要做 有對不對 因為要成果影片 然後呢 甚至你在FB還PO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不然人家覺得啊 你只有照片而已沒有什麼 好 現在大家要求越來越高 所以呢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呢 介紹除了影片外 就是 DM的部分或海報部分 還有就是關於影片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呢 會比較偏向雲端的多一點 原則上我們今天在封橋這邊上連線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應該還好 好 那軟體的部分相對少一些 那會增加一些所謂的APP 那麼 白火呢您可以從 軟體的部分呢 白火您有兩個地方可以下載 一個是從我前面這一台 好從我前面這一台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來 那第二個呢 如果你回去之後 這些軟體你想要 除了可以用關鍵字去它的官方網站下載 我老師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準備一些檔案 好在這裡有檔案還有連結 好那您可以從這裡 那麼右上角這裡呢可以展開 也就是說這裡你看到五個而已對不對 這裡只有五個 其實還有不止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有沒有更多 這樣你就可以找到了 那麼因為畢竟是上網下載 所以有時候可能我怕比較慢 那我剛剛有測試一下 應該這個網址 我們應該看得到 好同學應該看得到 點進來 這裡等一下 這三個字要講 我等一下會刪掉 你就看哪一個 點下去 有沒有就下載了 就這樣就可以 那待會呢 就直接解壓說 我們目前裡面我放的這些 通通都是不用安裝的版本 好通通都是不用安裝的版本 所以您待會呢就可以看 需要的話 你就從這邊直接下載 也可以 這樣理論上會比你 從網路上下載快一點 好快一點 這樣有沒有大致上了解的 那麼你看 像下面這個是 我之前在中正的時候 今年在中正的時候我們有用的 現在是很多活動你也要做一個可以當作是宣傳的廣告片嘛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有沒有很難沒有就丟一丟就好了真的你今天 我真的只要把關鍵字講一講 我真的只要把關鍵字講一講 網站介紹我就可以走了 剩下就由你自己發揮了 好 那你看往下這個是再早一年的版本 這樣OK嗎 短短的就好了 有吸引到人家目光就可以了 那另外補充一下 那另外補充一下 我有去查一下 我們縫甲有這個 你們知道嗎 有沒有同學有申請 這個需要申請嗎 這個 代管信箱 對對對 就學校的Google代管信箱 網域的 學校網域的 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這個叫做無限空間 好嗎 會變成你的什麼 我如果沒有記錯 這個會變成各位的校友信箱 有沒有 供學生跟校友使用 你都不知道你們有喔 都不想要無限的 都想要有限的 現在不是無限比較厲害嗎 所以其實各位不要忘記 那登錄方式就是跟我這邊一樣 所以你看到 有沒有發現我的資料都放在雲端定連上 為什麼 因為我在這邊 你會發現我們這邊用的 是用的243G 對不對 平常我們一般Gmail的帳號多大 15G啊 而且最討厭是你每次進去 他會告訴你 剩下多少 Kimochi不一樣 在這裡他就告訴你 用多少 你們怎麼會的 所以不要客氣啦 縫甲 還排在很前面 不用擔心少子化 哈哈哈哈 網譽不會消失 好不好 各位要相信學校 好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你沒有用過的 原則上應該是跟各位 平常在用學校信箱的帳號密碼應該是一樣 有的學校有做同步 有的沒有 大家可能看了 所以您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留意一下 好OK 這個時候我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之後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裡呢有一個 研習的調查 在這裡 等一下麻煩各位填一下 好不好 我們先了解一下看看 你有沒有看過哪些的影像處理軟體APP 或甚至雲端服務 好 我都把那個圖抓給你 呵呵 這樣你再看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其實影像處理軟體也很多嘛 對不對 那有一些是免費 有一些是付費的 那等一下呢我們電腦端這邊呢 也有裝Adobe的CS6的 在這裡 有沒有 CS6的 所以偶爾呢 也許我等一下會有一兩個東西 會來這邊 汆燙過濾一下 哈哈 因為畢竟其實 商業的 尤其是影像處理界 Adobe還是 聚在領導地位 所以說 有些我們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源 你如果學校剛好有 授權的軟體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用啊 商業軟體 不是說不能用 只是 如果說 已經有裝了 我們不需要破解 我們就直接拿來 使用一下 也可以 OK 那另外呢 有沒有很多APP 現在各位手機上 應該滿滿都是吧 哈哈 隨便都掉一地對不對 有很多 你可以看看有沒有哪些 你有用過的 欸 這個我沒有放到 這個 圖片我沒有用到 好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線上服務 所以如果你填寫 勾選完了之後 最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提價 這樣就OK了 好 我就把畫面還給您囉